怎麼這樣啊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這部影片啊 它這家店不管是什麼因素啊 它已經結束營業了 但它是台南人在地的情懷位啦 所以我們頻道還是決定說 以紀錄片的方式 跟各位一起分享 屬於台南在地人的情懷 到底表現會是如何啦 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繼續看下去吧 大家好我是Toto 我們現在在台南這裡了啦 然後在我身旁這家餐廳是 寶 日式蒜蒜鍋 你各位啊 你們還記得上次我們去想麻想辣那一次嗎 沒錯 從那次之後啊 部分的觀眾跟我留言說 比起吃那家火鍋店 他們更喜歡吃這一家 誒說真的 如果你今天不是台南人的話 你留言這種話我可能會覺得還好 誒如果今天是台南人說這句話 這代表說 他真的不喜歡這一間 我帶你去吃更好吃的 有沒有 那等一下啦 我們就一起去吃吃看他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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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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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玫瑰 謝謝 我們現在已經拿完第一回的食材了 只不過剛剛這樣整場拿下來就覺得說好像就是火鍋店啊 但是今天中午看到現場這些人潮就讓我覺得奇怪 他的魅力在哪裡呢 我們等一下就來體驗看看了 來吧我們現在喝喝看湯頭味道如何 就是我們很常見的火鍋料理方式的湯頭 那我們先讓這個火鍋煮他自己的吧 我們趁這個時候先吃點熟食 他這個就是我們熟悉的菜市場炸家 不過OK啦 好 各位啊我們剛剛有拿一碗綠色蔬菜了 我們把它加下去調味吧 白蝦 算說今天來到這邊他沒有活白蝦 在哭水就差一個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鮮度也算是OK的 多利魚吃起來 我覺得我們要讓我們的火鍋好朋友醬料登場 真的是 我覺得我們要讓我們的火鍋好朋友醬料登場 它今天的海鲜我觉得算是新鲜了 竹葛吃起来了 我觉得今天在南部这边吃海鲜新鲜是正常的 但是它这个竹葛的沙粗粒的很干净 我会吃起来有沙沙的感觉 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 我们来到台南 我们一定要吃这个沙巴鱼婆 这个很鲜耶 这应该是鱼头的部分 感觉它今天给这种鱼的边角料 主要是让我们吃的气味 大家可以吃 好久不見了 好啦,我們就先吃25顆蛤蜊開該胃啦 這個是雙醬牛 雖然說這個是原肉沒錯啊 只不過它的這個肉吃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我們這裡用沾醬配的試試看 OK啦,我決定了,我們要用這個雞蛋來試試看 看會不會好一點呢 我們再試試看梅花牛的表現,看會是如何 我們再加蛋液算出來試試看呢 怎麼感覺這一招對原肉好像沒有什麼用呢 那這個是雪花牛 希望這個會好一點 OK啦各位,那我們已經吃完第一回合的食材了 我們等等再看一下用哪些什麼東西回來吃好了 很好吃 又有那個豬雞羊鴨各一份 謝謝 我想要跟你點手捲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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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喜歡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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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是鸭肉片 沒錯 就是我們經典的蟲煮鴨肉片 還有這個是豬肉片 嗯哼 游泳後面這些肉片啊 他們都是蟲煮肉啊 所以他們的口感會比我們第一回有吃到的肉片都還要好 尬滿滿滿的香菜 那這算羊肉片之前啊 我覺得我要把我們剛剛拿這一盆蔬菜全部下下去了 香菜羊肉 香菜羊肉 由於這個雞肉片也是沖煮肉啊 所以煮完之後它有點散掉了 不過這不會影響到它的美味啊 來 我們一次把所有蝦子都剝起來了 由我們剛剛煮下去的洋蔥還有香菜 去襯托出鮮蝦的味道 真棒啊 那我們最後來到淡菜的部分 嗯哼 通常我對於這種吃到飽的蛋菜要求啊 就是賣燒車到後 可是今天這家的蛋菜我是覺得還滿不錯的耶 所以吃那個蛋菜 很漂亮 所以會吃到上面 好看 很快 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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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我已經把第二回合食材都已經吃完了 那等一下我們再去看一下要吃些什麼東西好了啦 我們來吃明日粗糙 我們現在可以吃至於啤酒 這才是所以這次只會吃的 我會想吃乾淨 早安自己跟著吃 我會在家裡吃 快點在坐 我知道啦 我會想吃 OK啦各位 那這回合啊 我拿了一碗他們的滷肉飯啊 這裡南部精神就是要加這個魚鬆啊 來吧 南部的滷肉飯啊 今天看到這個滷肉飯我真的猶豫我們到底要不要來一碗啊 可是想說我們都吃到最後我們就不如直接吃起來了 原來它這火龍果沒有去皮啊 這竟然是奶酪耶 我覺得它這個點心算蠻有誠意的耶 因為通常我們吃到這種平價的火鍋店 他們大多都會給我們那種牛奶布丁 自己做牛奶布丁 反而這個巧克力布丁就是我們常見的家常布丁呢 好啦各位我們已經吃完今天所有東西了 那等一下我們去結帳之後就到外面做結尾吧 OK啦各位我們現在在外面了 然後在我們身後的這個地方是台灣船員區 他就位在林茉娘公園的旁邊啊 今天平日午餐我們吃一餐花了548元 然後稍早我有回去想拿想拿看一下 欸你又有了 你去家了耶 現在他一個人用餐要加100塊 然後你加了100塊再加10%付費 你平日的午餐這樣吃一餐快要700塊耶 雖然說今天這邊海鮮他們兩家他們有種類啊 都彼此差不多 在台南該有的特色也都有了 還有說在肉片部分啊 雖然說他今天的肉質可能都有點稍微有嚼勁一點 可是說真的這真的是見然見日啊 喜歡的人就是會喜歡啊 但是你問我說如果要我們這花500多元回來這邊吃 是OK嗎 自從今天我知道 他的臨近的品牌已經漲價以後 我是覺得這家是真的沒有得比了啦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推薦吃到飽餐廳 或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會去回覆啦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或是用超級感謝功能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大約是一個遠的食物 我們要記得按讚 然後再按讚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左邊的視頻 我們可以看